大家好,我是惠尔齐 一个开启新征程的排球运动员 在奥运会后到现在回看比赛 有一种不一样的激动 但其实也有一丝欣慰 因为心脏伤病的付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二次的手术我曾感言用了超水平的勇气 说到勇气 相信大家对这个词再熟悉不过了 会感觉是勇士会有的一种气概 但今天我想说的是 其实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总需要那么一点勇气 比如说我在职业生涯里 好好学会的不只是排球 还有一种信念 那就是像希望奔跑的勇气 就是少一点怨天尤人 而多一点绝地反击 记得国家队有一次比赛前 我的脖子突然撑到了 当时我很慌张 因为那时的我还在纠结 每一场比赛都要保持最完美的竞技状态 后来朗导跟我说 真正优秀的运动员 不是每一场比赛都在巅峰 而是明明今天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困难 一样能够想到对策 发挥出当天的最佳水平 这就是竞技体育 肚子疼有肚子疼的打法 累了有累了的打法 你有困难 没准对方的困难比你更大 这段话让我豁然开朗 那天我不仅调整了自己的技战术 正常地完成了比赛 还让我领悟到了体育真正好玩的地方 就是那些不确定性 而体育带给我的收获 不仅是金牌冠军 还有面对人生各种不确定性的勇气 奥运会小组赛的时候 我们觉得自己已经被堵到了死胡同里了 淘汰赛还遇到了巴西队 尽管希望渺茫 我们却还是憋着一股杀红眼的勇气 相互击掌打气 走进球场 最后我们做到了 你们看 原来勇气有时候是可以转化成能量的调味剂 把能力与潜力连线 帮你把渺茫的希望变成现实 我想在我所不了解的世界里 你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烦恼 都有着形形色色的压力 常常还会羡慕到别人的生活 比如说我 看到退役的师姐们 有时就想 不用天天训练到喘不过气的日子是不是很轻松 可是等自己真的退役了 要彻底融入到社会 才发现 也会遇到和体育世界里不同的艰难 它同样需要充沛的勇气 那么问题来了 如何找到带给你勇气的源泉 是我们最要做的 它或许是你的国家 你的家人 你的同事队友 你的目标梦想 而我很幸运的是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找到了它 对 排球就是带给我勇气的源泉 从赛场内走向赛场外 从运动生涯走向退役生活 我渴望传递更多的正能量给大家 于是 在2017年 我决定做一件事 我发起了惠儿奇女排发展基金 希望去帮助那些就医困难 生活困难的老运动员 教练员等 也让更多的人 关注运动员 关注体育本身 在这短短一年中的时间 给我留下了很多感触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 我们前国家南排 江苏南排的运动员 陆飞 因为突发病症 年轻去世 留下两个小女儿 最小的女儿甚至才十几天 没能叫出一声爸爸 作为同事 我们感到悲痛万分 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为她做些什么 于是在各方面的努力下 大家为帮助她的家人 筹集了善款 也希望她的女儿健康成长 当时我们的局长说 陆飞的孩子 就是体育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 是啊 我渴望去帮助他们 帮助那些 在奥运金牌光环之外的运动员 体育工作者 以及他们的家人 我渴望 把我在奥运赛场 在体育世界里 收获的勇气 传递给他们 让他们更加勇敢 去面对人生的艰难 我也知道 公益是需要持久的努力 而不是一时兴起 它和打排球一样 是需要克服困难 需要坚持 需要勇气的事 只要坚定自己的信念 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有意义 没什么能够阻挠我们前进 我始终相信 体育可以改变人生 它可以成为一把 解决人生很多问题的钥匙 它让我变得勇敢 相信也会让你们 学会坚强 我愿意把这份心情 与你们分享 从赛场带到场外 从运动生涯 带到公益事业 从体育世界 带到更广阔的新生活中 我相信 勇气这件小事 可以让我们的人生 更加丰满 都说退役是运动员 另一次阵痛重生 但是对于我来说 体育人 永不退役 我是新青年慧热奇 优优独播剧场 나